同学们好,今天我们学习第四节,金融工具的伎俩,相比较前面几节来说,这一节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前面几节呢,偏向于文字理解的问题,可能这些文字上有一定的难度,叫抽象,那么这一节偏重于什么呢,会计分录,计算一些方面的内容。 当然也有同学说,金融工具这一章,我就第四节学得很不错,这只能说是你的最基本的要求,这也是我们这一章最简单的部分,并不是说仅仅只掌握这一部分就够了,我们前面几节,包括后面还有难度比较大的,都是需要掌握的。 那么这一节呢,总共讲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有关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初始伎俩,二和三是有关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后续伎俩,然后第四个大问题是有关金融工具的减值,最后一个问题是金融工具的重分类。 好了,下面呢,我们首先看第一个大问题,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初始伎俩。 企业在确认,初始确认,也就是第一次,初始确认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时,按什么金额来计量呢? 按照公允价值,这是总的一个原则,首先是按照公允价值,比如当企业取得金融资产时,一般情况下,我们认为买入的价格是属于公允价值,所以我们就按照买入价格来计量它的成本。 其中两点要注意,第一,对于以公允价的计量进去变动,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以及金融负债,在初始确认时,可能有相关的交易费用。 比如当企业取得以公允价值计量进去变动,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发生了一些相关的交易费用,手续费等等,这个直接进入当期损益,是什么呢? 投资收益科目,即到投资收益科目的界隐,直接体现在损益里面去。 当然这句话里面要注意一下,不仅仅是公允价值计量进去变动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也包括公允价值计量进去变动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我们在后面还会讲到金融负债的会计处理。 它在初始确认时所发生的相关交易费用,也是直接进入投资收益,也就是进入当期损益。 第二,对于其他类别的,所谓其他类别的,就是除了刚才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以外的金融资产,或者是金融负债,他们在初始确认时所发生的相关交易费用,都是进入初始确认金额。 什么叫初始确认金额呢?说白了,就是进入该资产的成本,或者说进入该负债的成本。 好,这是先给大家理一下,当企业初始确认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时,原则上是按照公允价值计量。 其中两点注意,都是讲相关的交易费用。 对于公允价值计量前期变动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以及公允价值计量前期变动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他们俩所发生的相关交易费用直接体现在损益里面,进入投资收益科目的介绍。 其他类别的所有的金融资产、金融负债,在初始确认时发生的相关交易费用应当进入初始确认金额。 所谓初始确认金额就是进入该资产的成本,或者说进入该负债的余额里面。 给大家归纳一张表。 不同类的金融资产、金融负债,相关的交易费用分别怎么做? 先看金融资产,我现在这张表里面体现出来的是四类金融资产,我们当时讲金融资产是三加一,是不是? 三加一。 其中以公允价值计量进去变动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它的相关交易费用进哪? 进到当期损益里面去。 其他三类金融资产,包括以当于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及以公允价值计量进去变动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他们的交易费用是进入资产的成本里面去。 还有指定为,也就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进去变动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它也是进入初始确认金额。 这是三加一金融资产。 那么接着再看一下金融负债。 金融负债呢,我们前面也讲过它的分类。 也有四类,重点掌握两类。 所以我在这张表里面注意下面啊,下面另外显示出来的是有关金融负债。 第一个是以公允价值计量进去变动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它和上面的交易金融资产一样。 发生的交易费用都是进入当期损益。 而以汤鱼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那么它所发生的交易费用应当进入初始确认金额。 进入负债的占面余额里面去。 这是通过这张表归拉一下。 下面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 金融资产的后续计量。 也就是说取得金融资产以后,如何进行快捷处理。 前面讲到金融资产呢, 分为三加一。 具体分类三类, 然后再加一个特殊的规定。 也就是四类金融资产吧。 那下面我们就按照这四类金融资产的顺序, 给大家分别来讲一下, 不同的金融资产在取得以后, 如何进行快捷处理。 首先看库奥一是第一类金融资产, 也就是以汤云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第一个问题, 汤云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涉及到按照实际利率法来进行摊销, 其中还涉及到一个名词叫实际利率。 那下面我们首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实际利率法。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什么叫实际利率。 所谓实际利率法是指, 我们在计算金融资产或者金融负债。 注意, 金融负债, 等我们后面学习的时候, 金融负债的后续计量也会涉及到实际利率法。 其实关于这个指示点, 我们在前面讲负债的时候, 比如公司债券, 企业发行一般的公司债券, 包括可转换公司债券, 其实都涉及到了实际利率法, 确认利息费用, 计算汤云成本, 因为实际利率法也牵涉到另外一个名词, 叫汤云成本。 所以实际利率法是企业计算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 就不仅金融资产里面有实际利率法的问题, 金融负债里面也会涉及到实际利率法, 以及将利息收入或者利息费用 分摊到每个期间, 我们在金融资产里面涉及到将利息收入在每个期间进行分摊, 也就是说每个期间要确认多少利息收入, 如果是金融负债的话, 那就要确认利息费用, 它是这么一种方法, 当然这种方法只是简单的说一下, 那么关键是要理解这个实际利率, 所以下面我们就实际利率给大家说明一下, 实际利率又要注意要区分的, 一般情况下实际利率是指将金融资产或者金融负债在预期的程序期内, 估计未来的现金流量折现为该资产今天的账面余额, 或者说对于负债来讲, 那就是折现为今天金融负债的汤云成本所使用的折现, 所使用的利率, 或者说所使用的折现率, 当然注意一下这个实际利率, 我们是不考虑减值的, 因为金融资产有可能发生减值, 那么我们在确定实际利率时, 请注意, 我们不考虑将来预期发生的减值, 将来发生的减值将引起现金流量的减少, 那么预计为了现金流量折下来, 结果就不一样, 对于实际利率, 我们这个概念请注意, 应当在考虑金融资产或者金融负债所有条款的基础上, 估计预期未来现金流量, 而不应当考虑预期金融损失, 也就是说我们算实际利率这个名词, 它是在不考虑减值的情况下, 也就是说预期没有发生减值的情况下, 所以未来的现金流量折到今天的一个折现率, 那这个怎么理解呢, 我在这儿给大家画个图表来说明一下, 那这个图表我们前面也看过, 给大家也简单的介绍过, 比如举例, 可图上举例再说, 假公司今天花了958元, 购买了面值1000元的, 以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 面值1000元, 票面利率假定是5%, 票面利率5%, 那么大家就清楚了, 假公司在今天比如2001年1月1号这个点上, 购买了这个债券, 假定啊, 另外我可图上举个例子, 每年末复息, 分期复息换, 到期还本, 每年末我们会收到50元的利息, 到期我们收回本金, 加最后一期的利息, 那这样呢, 我们从这里面可以看出, 这个债券金融资产呢, 未来的现金流量, 那实际利率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将该金融资产, 未来的现金流量, 折到今天的占面余额, 今天我是958元买的, 958元, 就是今天的占面余额, 你就把它理解为相当于是个限值, 相当于是个限值, 这个限值等于什么呢, 等于未来的现金流量, 有5个50, 那是年金A, 是不是啊, 年金A, 然后乘以年金限制系数, 加上最后一个本金, 5年后的一个本金, 乘以福利限制系数, 未来现金流量, 按照某一个折现率, 折下来等于今天958, 此时这个I, 称之为叫实际利率, 这个I折下来多少呢, 算了差不多是6%, 漂命利率是多少呢, 漂命利率是5%, 漂命利率是5%, 折下来6%, 这个6%就是实际利率, 再说一遍, 什么叫实际利率, 那就是对于这个金融市场来说, 未来的程序期内5年, 未来的现金流量, 未来程序期内现金流量, 按照某一个折现率折下来, 等于今天的账面余额的利率, 称之为叫实际利率, 就真正的利率, 真正的利率, 5%是民意利率, 漂命利率, 民意上每年给5%的利息, 一年50元, 实际上, 实际的利率比这高, 多少呢, 6%, 为什么呢, 因为投资人当时, 是按照低于面值, 1000元的价格去购买的, 当时少付了42元, 相当于我投的本金, 没有1000元, 那么, 我将来, 未来期间, 我获得了, 虽然是50元的漂命利率, 这个利息, 但是我实际利率要高, 因为我在当初啊, 在购买这个债券的时候, 对方相当于是折价发行的, 对于提前已经对我做了个补产, 补产的42元给我了, 我不用出这个42元, 所以, 未来五年, 虽然我只拿到5%的利息, 但是我实际的利率是6%, 因为我提前已经得到了补产, 这样的, 这么一个道理, 好了, 那这样呢, 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就是, 实际利率是指将金融资产, 在预计的程序期内, 估计, 未来现金流量, 折现为今天账面预额, 这么一个利率, 或者说叫折现率, 称之为叫实际利率, 对于金融负债来说, 道理是一样的, 那么强调一点就是, 如果说实际利率, 那就是指, 在不考虑金融资产, 预期新入损失的情况下, 所计算出来的折现率, 第二个利率, 请注意, 不一样了, 我们后面会讲到金融资产, 我们后面讲金融资产, 简直的时候, 会讲到这么一个利率, 叫, 经信用调整的实际利率, 那这个是专门针对金融资产来说的, 这个不一样, 这个是指什么呢, 是指将购入或者原生的以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资产, 在预计程序期内, 估计未来现金流量, 折现为今天, 他应成本的那么一个折现率, 称之为叫经信用调整的实际利率, 啥意思呢, 就是说, 你今天购买的这个债券, 对方已经发生信用减值了, 那么已经发生信用减值了, 那是已经发生的, 是事实已经存在,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相当于是考虑这个预期信用损失了, 因为你已经有这个减值减值在这, 所以考虑信用损失以后, 所折现下来的, 未来现金流量折现下来的折现率, 折到今天等于今天的汤云成本, 因为这个时候叫有减值的情况下, 我们称之为叫贪云成本, 待会会解释什么叫贪云成本, 这么一个折现率称之为叫经信用调整的实际利率, 所以呢, 请大家注意, 如果说仅仅仅仅实际利率, 那指的就是该金融资产, 没有考虑预期信用损失, 所计算出来的折现率, 反之, 如果该金融资产已经发生减值了, 那么这个时候已经发生减值了, 大家想一想, 已经发生减值了, 它的现金流量会少一些, 所以这个时候折现下来的折现率, 是有包含有减值因素在里面, 那么这种情况下, 所折现下来的折现率, 称之为叫经信用调整的实际利率, 所以我们在做题目时要注意一下, 当金融资产, 购入的金融资产, 已经发生减值的情况下, 这个时候的折现率要采用什么折现率, 对应的就是经信用调整的实际利率, 好了, 两种情况要注意一下, 接下来一个提示, 合同割番之间支付和收取的属于实际利率, 或经信用调整的实际利率, 组成部分的各项费用, 交易费用, 以及溢价或者折价, 我们在确定实际利率, 或者说确定精信用调整的实际利率时, 我们要不要考虑交易费用, 要不要考虑溢折价需要的, 比如我们刚才这个图表, 这个图表里面呢, 买价是958, 是折价买的, 那是不是有折价因素, 那我们在折价的时候, 折价折到下来是折到今天958, 那就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在计算这个实际利率时, 是考虑折价因素, 那如果溢价到底是一样的, 另外一点, 如果在购买的过程当中, 发生有交易费用, 比如我另外支付12元的交易费用, 那再加上去吧, 那这个时候折价就折多少, 把视为今天账面预额就叫970, 这就说明把交易费用也要考虑进去, 如果有一折价, 一折价要考虑吧, 也要考虑, 在算折价率的时候, 算那个实际利率的时候, 也要考虑, 比如这道题啊, 我想说一下, 假如我们这道题, 是958买的, 我刚才说过, 按照未来现金流量, 折下来五年期的, 这个债券是五年期的, 票面利率5%的情况下, 折下来要等于今天958, 我们可以通过财务管理上插之法, 可以算出这个爱等于6%, 差不多是等于6%, 但是, 如果这道题是面值购买的, 不是958买的, 面值购买的, 那么, 未来现金流量折下来等于今天的面值, 那此时可以推讨出, 爱等于5%, 正好就是5%, 因为你本身是面值买的, 那其实, 此时的票面利率等于实际利率, 情况是不一样的, 咱们有的同学学这个财务成本管理, 那里面有一价购买, 折价购买, 还有面值购买, 三种情况, 好, 那么这是想告诉大家, 通过这两个比较一下, 就可以看出来, 我们在计算实际利率时, 要考虑折一下的因素, 如果有交易费用的话, 那也要考虑进去, 好, 这是一个提示, 注意一下, 在客观题里面, 那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 汤云成本的计算, 其实我们教材上并没有明确介绍, 什么叫汤云成本, 但是呢, 给了我们汤云成本的计算的内容, 所以下面我们所写的就是有关汤云成本的计算, 怎么算出来, 我们先把这个内容先说一下, 等会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汤云成本它的含义, 通过举例子来理解它, 金融资产或者金融负债的汤云成本, 从这里面可以看出啊, 我们前面说, 实际利率法, 不仅仅是针对金融资产, 也针对金融负债, 比如应付债券, 那今天汤云成本一样的, 也不仅仅是金融资产, 其实金融负债里面也涉及到汤云成本, 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汤云成本, 应当以该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初始确认金额, 经下列调整后确定, 也就是说, 在金融资产或者金融负债的初始确认金额的基础上, 下列加加减解, 得到的结果, 算出汤云成本, 哪些加加减解呢? 第一,扣除以偿还的本金, 我们以金融资产为例, 初始确认金额, 先把它定下来是多少, 然后扣除以偿还的本金, 比如提前偿还了, 那你的汤云成本这一块就少掉了, 你已经付掉了, 就对方已经偿还了, 那这一块给扣掉了, 第二, 加上或者减去, 累计摊销, 因为可能有一折价, 一折价呢, 这个金额在未来的期间, 要按照实际利率法摊销, 摊到每个期间的金额, 要加加减解, 累计摊销的金额, 先文字过一遍, 等会我们给大家要讲例题的, 第三, 请注意, 如果是金融资产的话, 还要考虑一件事情, 扣除以既体的累计信用减值准备, 那就是告诉我们, 汤云成本包含减值准备吗? 不包含的, 要剔除掉的, 账面余额包含减值准备吗? 包含的, 我们前面讲过, 账面余额和账面价值两个名词, 是不是啊? 账面余额呢, 比如对资产来说, 账面余额实际上是账户的时机的余额, 账面价值实际上是在账面余额的基础上减去贝里科目, 比如减去累计折旧, 减值准备等等, 那今天汤云成本请注意一下, 如果有减值的情况, 要扣除减值, 第四请注意, 我们教材上并没有说括号四, 但实际上我们做的题目里面, 有时候会出现这个问题, 加上阴记利息, 比如说到期还本复息, 到期还本复息的债券, 它有个阴记利息, 它要属于汤云成本的组成部分, 那这是一个过程, 列了一下, 那下面给大家列个式子, 我们今天主要是就金融资产来说, 金融资产的汤云成本, 等于该金融资产的初始确认金额, 在初始确认金额的基础上, 以下加加减减, 减去已收回的本金, 加上或者减去累计贪销, 有减值减去减值准备, 有应收未收的利息, 比如应激利息, 把它加上去, 这只是给我们介绍了一下, 汤云成本的一个计算的内容, 也就是说汤云成本是包含哪一些, 这个问题呢不太好理解, 等我们待会儿给大家举例子, 在例题当中去体会它, 下面呢我再给大家一个版书, 我举个例题了, 小例题先说一下, 汤云成本的理解, 还是可刚才那个例题类似的, 小公司2001年初, 以957.92元, 购买以公司单日发行的, 面值1000元的五年期, 按年复息到期还本的债券, 该债券飘灭利率为5%, 实际年利率为6%, 已经直接告诉我们的, 一般情况下, 考试题会直接告诉我们的, 那也就是下面这么一个版书, 这个版书大家清楚了, 前面已经接触到了, 那实际利率有了是6%, 啥意思啊, 实际利率再说一遍, 未来的现金流量, 按照某一个折限率6%折下来, 对应的今天的限值, 是等于957.92, 是这么个意思, 那汤云成本呢, 我们下面来算一下, 刚才我们列了个式子, 这个式子大家没有问题吧, 我们在零基础课程里面, 给大家补充介绍了一些, 财务成本管理的基础知识, 货币的实现价值, 包括福利限制计算, 联金限制计算, 那这个式子里面, 就刚才我们提到的, 要算限值, 其实就涉及到联金限制, 福利限制计算, 站在2001年初, 就是原来在这个点上, 在这个点上, 刚取得的时候这个点上, 汤云成本等于多少呢, 汤云成本就是, 其实它和实际利率, 是相对应的一个概念, 那就是未来现金流量, 按照实际利率6%折到今天的结果, 折下来是多少呢, 你看按照6%, 实际利率是6%是吧, 折下来的结果就是957.9号, 它俩是对应的, 以致限值求利益, 反过来说, 以致实际利率求限值的概念, 是不是啊, 那么我再举例, 假如时间到了2003年的年初, 也就是在2002年末, 第二年末第三年初, 在第三年初的汤云成本是多少呢, 站在第三年初这个点上, 还有多少现金流量呢, 是不是还有这么多现金流量, 那就是, 剩下的程序期间, 三年的时间里面, 未来现金流量, 折到这个点上的金额是多少, 那这个金额就是贪云成本, 那折下来多少呢, 那就是, 注意, 改为三年了, 因为刚才是站在01年初, 那是五年的时间, 程序期是五年, 那现在是三年的时间, 03年年初, 后面还有三年, 三年的折下来是973.25, 那这个就是汤云成本, 那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可以看出, 从这个图表可以看出, 所谓汤云成本就是, 你要求某个点上的汤云成本, 比如这是01年1月1号的, 你要求某个点上的汤云成本, 说白了就是, 未来的现金流量, 按照实际利率折下来, 我今天的限值是多少, 未来的现金流量, 按照某一个折限率, 比如6%, 折下来, 折到我今天的限值是多少, 汤云成本就是多少, 汤云成本就是这个概念, 就是未来现金流量, 折到今天的限值, 就这么一句话, 汤云成本, 什么意思啊, 再说一遍, 未来现金流量, 按照某一个时期利率, 折到今天的限值, 称之为叫汤云成本, 比如说, 你在这个点上要求使, 汤云成本的话, 那就意味着后面还有四年吧, 那在这个点上还有三年, 在这个点上还有两年, 那在这个点上还有一年, 那在这个点上请注意, 那就到了, 到期了, 到期了以后, 现金流量是什么样, 1000元本金呗, 是不是啊, 我们利息相当于已经偿还了, 到这就1000元本金, 最终就回归到面值, 本金那儿, 我们先这样通过图表解释, 来解释一下, 所谓汤云成本, 就意味着任何一个点上, 汤云成本肯定是某个点的汤云成本, 是吧, 就像占面余额一样, 占面余额你肯定要给我确定某个点, 然后占面余额是多少, 是不是, 那汤云成本就是某个, 以这个点为止, 在未来的程序期, 五年呢, 还是四年呢, 还是三年等等, 现金流量, 你给我一个折现率, 我折下来的限值, 就是这个点, 此时的汤云成本, 好, 那这个问题解释完以后呢, 我们后面待会给大家, 还要举例子, 计算题, 来解释一下, 这个汤云成本怎么计算, 那下面我们看第三个问题, 那就是有关债权投资的账务处理了, 我们刚才讲的是, 第一类金融资产, 以汤云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包括什么债权投资啊,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等等, 那么最典型的是债权投资, 我们下面看, 有关债权投资, 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第一步, 债权投资的初始确认, 也就是说, 当企业刚取得债权投资时, 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债权投资初始确认时, 应当照公允价值加上相关的交易费用, 作为初始确认金额, 对的, 我们前面讲过金融资产的初始确认, 首先要按照公允价值计量, 另外说过, 除了交信金融资产以外的其他金融资产, 在取得时发生的相关交易费用, 要记入初始确认金额, 其实就是编制下面这样的分路, 借债权投资, 按照成本开设成本明晰科目, 我们看一下这一块, 有具体的会计处理, 当企业取得债权投资时, 先按照该债权的面值, 记载债权投资成本明晰科目, 注意成本明晰科目要掌握的, 这些金融资产的明晰科目需要掌握, 这个成本呢, 按照面值入账, 另外, 如果支付的价款装, 包含有已到复习机, 但尚未领取的债权利息, 那么单独列在应收利息里面, 如果有的话, 然后代方代银行存款, 最后可能有差额, 借贷, 可能出现差额, 这个差额, 记录另外一个明晰科目, 叫利息调整明晰科目, 这些明晰科目要掌握, 也有一部分同学在学的过程当中, 这一块我学的还是挺好的, 我们前面就是学的不好, 我刚才不是讲过这个问题吗, 有一部分同学什么情况呢, 其实你已经考过中级会计支撑了, 其实你相对来讲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和其他同学相比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你已经有一定的基础了, 在中级会计支撑里面呢, 这些内容呢, 那是最主要的部分, 而我们前面学了有关什么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的区分, 等等, 以及我们后面加上学到的一些内容, 在中级会计支撑教材里面没有, 所以你就感觉到学习的特别累, 这些你学过的, 你好轻松, 本身这一块呢, 它相对来讲难度要小一些, 在中级会计支撑里面作为重点部分, 本站的有很多内容, 难度特别大的, 中级会计支撑教材都不敢放到里面去, 现在你没有学, 然后本身就难度很大的, 所以就落差特别大, 我在学中级的时候, 金融资产呢, 金融负债, 我说学习还挺好的嘛, 你要正确的认识到这个问题, 是因为本身在中级会计支撑里面, 就是今天讲的这一些, 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写的, 而我们这一张其他一些内容的, 难度相对比较大, 本身在中级会计支撑教材就没有, 所以你学起来就感觉这个, 就我刚才讲的这个落差特别大, 这块还挺容易的, 那些内容难度特别大, 一下子就感觉到这个差距拉开来了, 好了, 那我想说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一块, 其实有的同学还是挺熟悉的, 那下面就这段话呢, 我写一个快捷分路, 借债权投资成本明昔科姆, 按面指金额入战, 如果有应收已到福奇基, 但尚未领取的利息呢, 我们就借应收利息, 贷方贷银行存款, 然后借贷方出现一个差额, 我们记录利息调整明昔科姆, 当然了, 也可能在借贩, 也可能在贷方, 那这笔分头怎么去理解呢, 我下面口头举个小例子来说一下, 假如假公司, 以1020元的价格, 购买了一张面值1000元的, 以公司当日发行的公司债权, 我花多少钱呢, 花了1020, 那就1020吧, 贷方贷银行存款, 借贩什么呢, 借债权投资成本, 按什么金额入战呢, 按面值, 那面值多少啊, 面值1000, 面值1000, 假如没有应收利息, 那假如没有应收利息, 那这个时候大家看一下, 这笔分头出现一个差额, 是不是20, 在哪儿, 在借贩, 那借贩就写到借贩去的, 写哪儿呢, 利息调整明昔科姆, 那这就可以了, 那这个买价, 这就是什么呀, 这就是公允价值, 公允价值, 我们刚才说了, 企业取得金融资产时, 按照公允价值助战, 两个迷戏科姆, 合在一起是它的总战科姆, 也就是初始确认金额, 还是1020, 那没错, 那就是前面说的, 当企业取得金融资产时, 按照公允价值初始权, 1020买价就是公允价值, 好, 我现在把题目再改一下, 假如说, 我们是1020买的, 另外支付了10元的交易费用, 手续费, 购买了一张面值1000元的债券, 那这种风格怎么做啊, 借债权投资成本按什么金额, 依旧按面值, 假如应收利息, 我们把它忽略掉, 没有, 带银行存款买价1020, 另支付10元的手续费, 另支付, 加嘛, 加10元嘛, 另支付, 那就另外支付, 那就再加10元嘛, 这个实际上是公允价值, 这个是交易费用, 交易费用, 那么如果没有这个10元的话, 我这本来是一个20的差额, 刚才已经说过了, 那现在有了这个10元, 这10元是哪? 那也是借贷平衡, 继续力气调整民息科目, 那其实就是30了, 是不是啊, 就是30, 那也说明一个问题, 这两个合在一起, 这两个合在一起是它的总战, 那意味着, 总战是多少? 1030, 总战1030就意味着初始的确认金额, 1030, 我说要是帮助大家理解这个意思, 理解什么? 下面一个提示, 当企业取得债权投资时, 发生了交易费用, 应当记录该项金融资产的初始确认金额, 对不对? 对的, 所谓初始确认金额就是总战的科目, 我这注意了一下, 也就是取得的成本, 总战, 你不能看迷细科目啊, 总战科目, 总战科目合在一起是1030, 其中成本必须是面值, 然后利息调整, 那就是30了, 那此时利息调整就是30, 好了, 那么选择题啊, 让我们判断这个说法, 这句话的说法可以错了, 那是对的, 交易费用, 记录初始确认金额, 有的题目还考什么呢? 问你, 此时初始确认金额是多少, 等于1020, 加上时等于1030, 一分, 这是在主观题里面, 有的时候是客观题, 选择题里面选项, 甚至多选题里面出现, 他以计算的性质来考我们选项, 他说假公司取得该项金融资产的初始确认金额为1030, 对不对? 对的, 或者说写了1020, 那应该是1030, 第二件事情, 对于债权投资, 它具有债权债务关系, 要计算债权的利息, 根据权责发生纸, 我们要在资产负债表日, 我们一般情况下, 我们说在年末, 那有的题目是半年末, 6月30号, 15当中甚至每个季度都要算, 我们在资产负债表日要算利息收入, 确认利息收入, 那这里面分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呢, 假认这个债权投资是一个分期付息, 到期还本的债权, 债权呢, 一般情况下, 有两种类型, 一种是分期付息, 到期还本, 另外一种是到期还本付息, 不一样, 现金流量不一样, 那如果是分期付息, 到期还本的债券, 那么在资产负债表日, 我们要确认应收利息, 借应收利息, 代方代投资收益, 这就叫利息收入, 叫利息收入, 注意, 利息收入不代表叫应收利息, 利息收入的意思是投资收益, 那投资收益怎么算呢, 注意啊, 我先说一下应收利息, 应收利息删造面值, 乘以表面利率, 面值乘以表面利率算出来, 那投资收益呢, 投资收益是根据期出的账面余额, 或者是汤鱼成本, 有可能是根据账面余额, 有可能是根据汤鱼成本, 乘以实际利率算出来的, 或者另外一种情况的算法, 如果企业取得该金融资产时, 该金融资产在购入时, 已经发生减值, 或者说原生的, 本身就是减值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那不一样, 根据期出汤鱼成本乘以什么, 经信用调整的实际利率, 这和我们前面讲的情况相符的, 如果这个债券, 没有发生减值的情况, 我可以按照张面余额, 或者是汤鱼成本来算, 但是如果这个债券是属于购买, 或者原生时就已经减值的情况, 那么此时我们对应的实际利率, 是经信用调整的实际利率, 当然这一块呢挺复杂的, 听起来挺复杂的, 我们暂时先不掌握这一些, 我们暂时就把它理解为按照汤鱼成本来算, 甚至我们暂时把问题简单化, 汤鱼成本你就理解为账面余额, 因为账面余额我们特别容易理解, 是不是啊, 画一个定次性账户, 汇总一下是多少, 那么暂时呢, 我们还没有学金融资产简直的时候啊, 我们先不考虑那么复杂, 我们一点一点的来, 所以这一块呢, 你先别管括号里面的, 我就把它简化为, 账面余额乘以实际利率, 可以吧, 账面余额乘以实际利率, 或者说你不考虑简直的情况下, 你把它理解为账面余额就等于贪运成本, 也就是贪运成本乘以实际利率, 算出力投资收力, 这样呢, 借贷方可能有差额, 那这个差额是记住利息调整明习科目, 其实是对利息调整已经贪益销, 请大家看一下这样一笔分路, 借应收利息是根据什么呢, 面纸乘以表面利率, 然后贷方贷投资收益, 就我刚才说的, 按照账面余额或者是贪运成本乘以实际利率, 下一行暂时不考虑这个事情, 这样呢, 借贷方可能会有差额, 记住利息调整明习科目, 其实是相当于对它进行贪销, 好了, 这是第二步, 在资产负债表日, 我们要算利息收入, 算出本期的投资收益是多少, 因为我们是全责发生质, 全责发生质要算每个会计期间的投资收益, 接下来, 第二种情况, 那如果是到期一次换奔复习, 什么叫到期一次换奔复习啊, 就像你把钱存在银行, 存一个五年期定期的, 五年以后本金, 比如说就像刚才前面可都举的那个例子, 买了个债券, 分期复习, 到期还本, 每年末给你五十元利息到最后五年以后, 加一千元的本金是不是, 那如果是到期还本复习, 那不一样, 那前五年前四年是没有现金流量的, 只是到期的时候啊, 到期的时候一千元本金加上五十乘以五一道给你, 而且是什么呢, 是单利机息, 在这个点上才给你的, 单利机息, 前面没有利滚利的, 那么这就是到期一次换奔复习, 正是比五年以后才给利息, 所以它是个长期的非流动资产, 正是因为非流动资产, 所以这对应的科目记载, 债权投资, 开个名气科目叫银记利息, 因为它是个非流动资产, 债权投资就是非流动资产, 所以就写到这儿了, 如果是分期复习的每年末能收到利息, 那是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我就对应的科目叫应收利息, 应收利息是流动资产的项目, 好了, 其他的其实是一样的, 我们看一下分路, 其实就是把债方应收利息替换一下, 是不是啥? 替换成债权投资, 名气科目应记利息, 计算是一样的, 面值乘以票名利, 代方代投资收益, 七出, 注意是七出, 这个我们也强调, 再强调一下, 七出的占美预额或者是贪云成本乘以实际利率, 然后差额是利息调整, 就可以了, 好, 这就是有关债权投资第二件事情, 在资产负债表日如何确认利息收入, 另外这儿有提示就刚才所说的, 我刚才口头上已经说了, 在我们在学习金融资产减值的内容之前, 也就是我们暂时不考虑金融资产减值的问题, 我们在算投资收益时, 你就把它简化, 简化为占免余额乘以实际利率, 而这个占免余额在没有减值的情况下, 其实注意这一点, 贪云成本相当于就等于占免余额, 在没有减值的情况下, 不考虑减值的情况下, 你把它理解为相当于相等的, 这样我们做题目时候好算, 什么贪云成本呢, 我就画丁次线账户算出余额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第三件事情, 那就是终止确认, 比如到期了, 比如出售了, 那这个时候分头怎么写呢, 我们以到期还本复习为例来说, 处置时借银行存款多少钱就多少钱呗, 然后代方代债权投资, 把相关明细科目从相反的方向截转掉, 最后算出一个差额, 记录投资收益就OK了, 其实处置比较简单一些, 如果有减值准备, 再把债权投资的减值准备截转掉, 那我们现在暂时先简单化, 不考虑减值的问题, 好, 这就是有关债权投资的具体账务处理, 分三个步骤, 第一步, 初始确认时, 也就是取得时怎么做, 有哪些要求, 第二, 在资产负债表日, 利息收入怎么确认, 第三, 那就是出售的时候, 终止确认, 如何进行快捷处理, 那下面呢, 我们就给大家举个例子来看一下, 假公司于2021年1月1号, 以银行存款41700万元, 购入已公司, 单日发行的面值总额是为, 四个亿的公司债券, 那我在编题目的时候, 是特意这样设计的, 2021年1月1号, 也就理解为是第一年, 另外支付相关的税费30.8万元, 有交易费用, 以公司债券的期限为5年, 票面年利率为6%, 每年复期一次, 从2022年起, 每年1月5号, 支付上一年度的债券利息, 到期还本及最后一年利息, 说明它是一个分期复期, 到期还本的债券, 另外, 假定实际利率是5%, 直接告诉我们, 一般情况下, 题目会直接告诉我们的, 假公司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 管理该项金融市场, 这是什么呀, 这是我们前面所学的金融市场分类的标准, 那也就说明, 假公司是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 应该是分为第一类金融市场, 是不是啊, 应该是分为第一类金融市场, 也就是贪于成分纪兰的金融市场, 所以要通过债券投资科目进行核算, 这是第一个标准, 第二个标准是客观设, 这个很好理解, 以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规定, 该债券在特定日期产生的现金流量, 仅仅为对本金会以未偿付本金金额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 说白了就是符合本金加利息的合同, 建金流量特征, 考试题有可能把这道题, 假如这道题编成一个考试题的话, 它首先让你判断, 贾公司取得该想金融资产, 应当分类为哪一类金融资产, 并说明理由, 那么第一小题答, 应当分类为汤云成分计量的金融资产, 理由就是两点, 其实就是这两点, 抄下来都可以了, 好, 继续, 贾公司每年年末确认利息收入, 权责发生质, 每年年末算投资收益, 假零不考虑所得税减值, 你看, 我们暂时不考虑减值, 那么假公司每一年应该怎么做呢, 这道题是立题, 我们刚开始学的时候是立题, 立题呢完整的从前到后, 第一年开始到第五年全部做, 给大家解释一遍, 整个一个流程呢熟悉一下, 考试题呢, 它要提高一下, 它会第一年做好以后, 让你做个第三年的, 断胆了, 那你要在操考值上要完成一些, 那下面我们看第一年, 2021年的会计处理, 2021年1月1号取得时, 借债权投资成本明习科目, 按照什么, 按照面值四个亿, 贷方贷银行存款, 公允价值41700, 题目告诉我的, 交易费30.8, 贷银行存款, 那利息调整, 差额全部记住利息调整, 1730.8, 1730.8, 其实就是包括溢价的部分, 包括交易费用都在里面, 是不是, 那接下来一个提示, 那就是考试题呀, 有可能, 第二小题, 编制假公司取, 取得已公司债券史的会计分路, 并计算, 该债权投资的初始确认金额, 计算题嘛, 它就一个小问一个小问的, 初始确认金额是41730.8, 包括交易费用30.8, 0.5分, 这是0.5分, 这是0.5分, 那就来了, 就是这样的, 在第二小, 假如这道, 变成一个考试题, 第一小题刚才也打了呀, 这是第一小题问, 这是属于, 假公司应当分类为哪一类金融资产, 答对了, 攀余成本纪然的金融资产, 0.5分, 然后理由, 理由0.25分, 两点嘛, 每一点是0.25分, 每个是0.25分, 两条, 那就是0.25分, 其实考试题就是这样, 平分标准的, 一步一步来的, 下面, 再看2021年12月31号, 集体利息的相关分类, 因为这是分期负息的, 所以借应收利息, 面值, 乘以票灭利率, 乘以票灭利率, 6%, 24%, 所以第一步, 我这有序号, 序号呢, 就是告诉我们, 在做题是这个思路, 第一步把应收利息写出来, 第二步我们算投资收益, 投资收益怎么算, 前面说过, 大家可图表达一下, 期出的, 账面余额, 或者说汤云成本, 乘以什么, 实际利率, 实际利率是5%以至, 期出的汤云成本, 期出, 注意今天是12月31号, 期出是什么, 期出就是1月1号, 1月1号, 1月1号其实当时就这个, 这就是汤云成本, 合在一起的, 乘以5%, 算出本期的投资收益, 然后最后差额, 是本期利息调整, 贪消数, 所以圈三是怎么来的, 圈三是差额出来的, 借贷失算平衡出来的, 好, 这是2021年, 接下来, 我们画一个版书, 有关债权投资题, 在做题的时候, 我教你个经验, 你每做完一年呢, 稍微只想画一个丁子银账户, 这是1月1号的汤云成本, 也叫初始确认金额, 41730.8, 然后刚刚这笔风筒做完以后, 债权投资利息调整在贷方有一个金额, 313.46, 那你登仗, 把它登一下, 这样就结出这个余额出来了, 这个余额实际上是, 12月31号, 2021年12月31号的, 占面余额, 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贪云成本, 把它写出来有什么好处呢, 下一年, 明年12月31号再算投资收益时, 每年都要根据期出贪云成本, 或者占面余额算是不是, 那今年年末的贪云成本, 就是明年年初的贪云成本, 所以我们今天, 在编制完当年的这个分路时, 把这个丁字形账户登账, 把余额结出来, 为明年做好准备工作, 好了, 接着在这儿呢, 我补充一个指示点, 在分期复期, 到期一次还本的情况下, 我们要算, 有的题目让我们算期末的贪云成本, 那怎么算呢, 给大家一个公式, 等于当期期出的贪云成本, 乘以一加实际利率, 减去应收的利息, 比如这道题, 我们要算2021年12月31号贪云成本, 最简单的算法怎么算呢, 我们一般是通过借贷方法, 借贷分路, 然后划给定字形账户, 把这个余额算出来, 是吧, 那么简洁的方法就等于期出贪云成本, 4173 0.8乘以括号1加5%, 减去应收的利息2400, 2400, 2400啊, 2400算出来, 就可以了, 其实说白了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刚才是什么呢, 是4173 0.8, 加上4173 0.8乘以5%, 减去2400, 是加上这一部分的, 那这个其实就是刚才这个数字, 只不过算出来这个负责而已, 那每一年都这么算, 根据当要算当年某一年末的贪云成本, 你就根据该年年初的贪云成本, 乘以一加实际利率减去营收利息, OK, 好, 那下面我们再看2022年, 2022年首先有一件事, 1月5号付上一年的利息, 这个简单, 借银行存款带营收利息, 对方每年给我们付利息, 我们每年年初收到利息, 接下来2022年12月31号, 这个和前面思路是一样的了, 借营收利息, 依旧是面值乘以飘米利率2400, 第二步带投资收益什么, 期出唐云成本乘以实际利率, 期出唐云成本在哪儿呀, 我们前面不是做好准备工作了吗, 这不已经算好了吗是不是, 41417.34, 上一年年末我画丁子银账户已经做好, 为下一年做好准备工作了, 所以这个数字就出来了, 最后差额, 第一步算营收利息, 第二步算投资收益, 第三步差额利息调整, 329.13, 这就是2022年12月31号, 那么如此类推, 我们23年24年25年都这么做, 那么刚才说过, 每年末做完这笔风度以后登仗, 329.13在代房是吧, 在代房登仗, 又把2022年末的贪运成本算出来, 41088.21为第三年提供服务, 所以我们再看第三年, 41088.21乘以5%, 那么第三年的利息调整贪销数, 345.59也出来了, 这个我就简单说一下, 那这个做完干什么, 如此类推, 再化定制型账户呀, 345.59登仗, 算出第四年末的贪运成本, 40742.62, 算出这个第三年末的, 那接下来第四年末, 根据年初的就是这个, 上年末的, 40742.62乘以实际利率的5%, 又把第四年的利息调整贪销数算出来的, 第四年的投资收益算出来, 第四年的利息调整贪销数, 贪销数啊, 这是叫他的贪销数, 再把它登战, 还剩下多少, 40379.75, 结果最后一年, 最后一年请大家注意了, 顺序不太一样, 借应收利息第一步没问题, 代方代投资收益, 本来是第二步代投资收益, 但是最后一年, 我们考虑了一个特殊性, 我们先算利息调整, 379.75, 它是怎么来的呢? 利息调整明希科目, 其实一开始多少啊, 一开始是1730.80, 利息调整明希科目在界方, 通过过去四年的贪销, 还剩下379.75, 所以其实是倒挤出来的, 最后一年, 我们把它倒挤出来, 为什么呢? 如果还像刚才前面四年那么做, 实际利率法摊销时呢, 在计算的时候, 可能会涉及到四收五入, 有小数点的误差, 我们不一定能够把1730.8全部摊销完, 可能有尾数在哪, 那我们在最后一年, 刚才那个倒挤, 算出来, 嘎叉算出来的利息调整, 这样利息调整明希科目就为零了, 是不是啊? 那全部没有了, 是不是啊? 就为零了, 把这个金额一登, 一登上就没有了, 然后第三步, 算投资收益, 那这个投资收益啊, 那实际上是倒挤出来的, 所以最后一年比较特殊, 要注意一下这个细节问题, 好, 那这个写完以后呢, 我们再登一下站, 其实有没有看出来, 汤于成本呢? 其实每年末这数字都叫汤于成本, 最终到了最后一年, 就还原到面值上去了, 因为最终到五年期到期的时候, 那个点上的未来经济流量, 就是今天的一块钱, 价值一块钱, 我还有四个亿的面值, 收回本金, 我们后面有这个分路, 收回本金的分路, 是不是啊? 就单独拆开来的话, 收回本金的分路, 唐云成本就是这一些了, 另外呢, 说一个特殊的问题, 这是债权投资, 这道题是面值, 是溢价购买还是折价购买啊? 这样吧, 我先把这个分路说完吧, 一个小尾巴, 最后2026年1月5号, 偿还本金和利息, 借银行存款, 对方偿还本金和利息, 我们收到了借银行存款, 本金加利息4万2千4, 带债权投资, 成本迷信科目, 带营收利息, 这没问题, 是吧? 那这道题其实到这就结束了, 是吧? 到这结束了, 但是呢, 我把这道题稍微延伸一下, 这儿有个丁子银账户, 债权投资, 这是每年的谈销的金额, 是不是啊? 是对原来一个1730.8, 原来在借房, 一开始取得是溢价, 是溢价的利息调整在借房, 然后在贷房的谈销, 它到最后还原到面值上去了, 是这个道理, 那我下面给大家说一点, 就稍微拔高一下, 深入一下, 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 每一期利息调整的这个金额, 它是逐年递增的, 第一年贪销的金额是313.46, 第二年329.13, 第三年345.59, 第四年362.87, 最后一年379.75, 逐年递增的, 利息调整的贪销数, 贪销数是逐年递增的, 对的是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么我反过来问大家有一个问题, 如果是另外一道题, 是折价购买的, 折价购买的, 低于面值购买的, 我们这道题是溢价, 银行是溢价, 面值四个亿, 你的出市确认金额是41730.8, 那是溢价的, 反过来说, 如果是折价购买的, 在这种情况下, 假如也是分期负期到期还本, 那么每一年是在贪销的时候, 实际利率法贪销, 每一年的贪销的金额, 它将会逐年递增还是逐年递减呢? 我猜测有同学可能根据对称的, 刚才是溢价的, 你贪销是逐年递增的, 那么你要问折价, 那应该是逐年递减了, 错了, 无论是折价还是溢价, 每一年的贪销销都是逐年递增的, 注意一下, 假如考到这么一个文字性的题目, 可能难度更大一些, 因为你一下子, 平时如果没有归纳总结过这个说法的话, 你在临场发挥的时候, 一个文字的表述的选择题, 你很难判断的, 那么有同学就在问, 那你怎么知道它这个折价就是, 也是逐年递增啊? 你为什么刚才回答错的呢? 其实你是想当然的, 你认为一价逐年递增, 那折价就会逐年递增, 这是你自个儿的判断, 没有经过实战, 怎么去理解这个问题呢? 那就是客厦, 我们再做一下, 折价购买的债券, 你就去观察一下, 它会也是逐年递增的, 那这儿呢, 我说明一下, 今天我在这个基础班课件上, 是给大家补充的立体, 教材上立体我没有讲, 你可以把教材上那道立体, 关于债券投资那道立体去看一下, 它是面值是1250, 面值是1250, 买价是1000元去买, 买价是1000元去买, 那你想一下是不是折价, 类道题就是折价的, 你去看一下它类道题, 它折价的也是逐年递增, 去归纳一下, 只有多做题, 归纳总结才能看得出来, 好, 那么这道题呢, 我们就分析到这儿, 那么这一节课, 我们就学习到这儿, 在这一节课里面, 我们主要是讲了, 第一个问题是,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初始计量, 文字性的内容, 第二个讲了一下, 那就是第一类金融资产, 汤云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后续计量, 以及它的具体的账务处理, 并且给大家完整的做了一道题, 好, 那么这节课我们就学习到这儿, 下节课我们再见。